我的朋友就跟我投诉,现在手机真是可恶 越做越大,越做越长,可是手指就不会越长越长 所以像我这样的手指短的人,我现在用我的iPhone XR的时候 有时觉得一只手指操控不了 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有三个比较实际的小技巧 这里就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话,请订计我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马来西亚KLL 我的频道主要focus on,如何正确的使用iPhone和MacBook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资讯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声号TV吧 首先我们到我们的setting先 然后我们再开启辅助功能 在辅助功能的下面有一个叫做触控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叫做便携访问 所以我们先开启它 所以我拉下来,它就会变成一半 所以如果我随便动的话,它就会回复了 这是我的iPhone XR 这个也就是只有在iPhone X之后才可以这样做 之前也是可以,只是它是用不同的方式 最好处就是如果你要点击上面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拉下来,然后再点 如果它是full的话呢 基本上你很难打到最尾的那个P或者是Q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iPhone的Note是这边做 so,你可以在其他所有的要用keyboard的地方做也可以 so,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球 小小粒的地球,你按99 然后下面就有三个东西可以给你选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右手,你就选 箭头指过去的那个地方 如果你是选择左手的话,就是箭头指去另外一个的地方 so,我现在假设我现在用左手 那我按左边 然后这个keyboard呢,它就会去到左边 就是你就可以用一只手来,就可以 typing你这些东西了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变成fullkeyboard的话 你就要按回这个最旁边的这个东西过去的箭头 你按一下,它就会变成原本的样子 首先讲哦,这个东西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用哦 因为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常常会按到它 不过它有时候有它的用处啦 所以要讲开启呢,一样的我们还是要到setting 然后到这个叫做辅助功能 然后再按这个触控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辅助触控的东西 它现在是关闭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它 然后我们点进去,然后按开启这个辅助触控 你就会看到一个白色的点了 现在可以移来移去的 不过它只可以在周围的框框罢了 我最常用的东西就是截图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截图的时候需要两只手这样子按 左右这边上一下按 可是如果我还可以做一个setting就是点击两下 它就帮我截图了 如何做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自定操作 这里大家都可以以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式来做 我通常会是清点两下 这边我就会选截屏 但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 也有一个就是要长按 就是按久久过后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现在我们也做setting嘛 好像是长按我是虚拟 如果我长按的话 它就会把虚拟叫出来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做 I found this on the web OK,不需要你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跟你分享的三个使用的小技巧 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其他的更加好的小技巧 那么欢迎你留言告诉我啦 影片最后我还是要 advise大家啦 你不可以长时间的使用你的拇指来控制这个电话 因为我看过一个医疗报告就是说 你长时间使用的话呢 你的这个手拇指的筋啊 其实会被拉伤的 而严重的话呢是痛而已 不,轻的话呢可能是酸痛 严重的话呢是需要做手术的 所以这里奉献大家还是尽量使用两只手 或者是让他常常休息 所以如果以上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个赞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许他们刚好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如果你对使用iPhone或者是MacBook上面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讨论哦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